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环球波台语的课堂 我还是你们的互作老师哦 今天这节课下我们继续学习 就要开启新的一篇章了 那就是第八单元了 第八单元相信每个同学学习起来 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温馨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看一下标题就知道了 叫做你的家是怎么样的 提到家这个词 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特别多感触的 你往往在脑子上中会回想起来的一些温馨的场面 回想起来那些你最爱的人 有可能你现在正在家里面 你正在享受着你的家人给你带来的关心和温暖 有可能呢 你正在外面漂泊 在另外一个城市 在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你每天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想 哎呀 我的家人是不是应该吃饭了 他们都在吃什么呀 我的家人是不是应该睡觉了 他们是几点睡着觉 休息得好吗 甚至会想着 等我再次回家的时候 我的家人会把我的家 打造成一个什么新的模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给我不同的惊喜呢 所以啊 这些不同的期待 这也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动力 不是吗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节课的时候 应该就怀揣着这些温暖和温馨的感觉 来投入学习当中 相信大家 带着这样的感觉呢 也会把这个第八单元学习得非常好 并且学习得非常快的 对不对 我们就来赶紧看一下 第八单元 它到底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 首先应用点连的 当然是一个短文 Destu 这篇课文啊 它其实并不长 但是呢 它对于 Unidachi OIT 第八单元呢 是起到了一个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 第八单元 我们往哪个主要方向去学习 在这一单元当中啊 我们要学习两个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 要能够自己用普语 去介绍自己的家人 都有谁呀 都是谁呀 他们跟你是什么样一种亲属关系呀 还有就是 你那个小小的窝 也就是自己的家 它应该是怎么去描述啊 应该是怎么去 说它让别人更喜欢你的家呢 所以说呀 我们在这一单元的内容当中 最主要需要攻坚的任务 就是这两点 在这两个点的基础上 我们在做其他的拓展 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词汇 语法 和一些不同的表达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节课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要攻坚一下 Destor这篇课文 从不一样的角度 那就是一个阅读理解 并且让大家知道 如何去用一些简单的句式 来描述自己家人的这样的一种训练 好了 在我们正式开始学Destor之前啊 老师必须要带大家 先学习一些声词 因为课文A当中啊 涉及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词汇 我们在之前可能接触的很少 甚至是没有接触过 那么我们就先把它预习一下 这样我们待会在学习课文A的时候 应该效果会好很多的 好 关于课文A啊 我就已经提到了自己的家人了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亲属的这个词汇 应该怎么去说好吗 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家庭来说 最高层级的那个家人 那是谁啊 自己的祖父和祖母 对不对 那么祖父和祖母应该怎么说呢 祖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奶奶呀 或者姥姥 叫做阿婆 阿婆 然后就是那个祖父 祖父也就是我们的爷爷 或者是老爷 对不对 叫做阿婆 阿婆 好 在读这两个单词的时候啊 同学们 你是不是注意到自己的口语变化了 阿婆在发音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 那个哦的发音 一定要口张得很大哦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开音中音符号 对不对 我们读这个祖父的时候 阿婆口语的时候 一定要变小 变得收缩一点 让这个阿婆和阿婆 它的变化和差异明显一点 这样避免让我们产生在交流当中啊 一些误会 然后祖父祖母 接下来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了 对不对 首先说我们的父母吧 父亲是什么呀 是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母亲怎么讲 好 父亲 母亲我们听到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啊 能够感觉出来好像跟我们中文当中这个爸爸妈妈好像啊 所以说呢 在发音上我们有一样的联想 记这两个单词应该是非常快的 我想你现在此时此刻你能把这个父母两个词应记住了 对不对 那么好 今天等你下完这节课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佩语去喊你的爸爸和妈妈了 然后父母同一辈的人还有什么呀 有自己的婶婶啊 或者是姑姑啊 姨啊 什么的 姑姑姨 我们普遇怎么说呀 那就是 妻啊 妻啊 对吧 然后相对应的就会有什么 姨父啊 叔叔啊 舅舅啊 该怎么说呢 我们普遇讲的叫做 妻 妻 好 这就是我们的 舅舅啊 叔叔啊 姑姑跟父母平辈的这些长辈人的叫法 然后就是跟我们平辈的人了 平辈的人 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有自己的亲的兄弟姐妹的话 那么他就相应的对应的说法 姐妹就叫做 一门 一门 然后有可能有同学会有兄弟 那就是一门 这个兄弟姐妹呀 这种说法是一种统上的说法 有可能是你的妹妹或者姐姐 有可能是弟弟或者哥哥 那么待会我们在课文当中呢 就会看到 一个更加准确的说法 让大家描述自己的兄弟姐妹 然后在同辈当中 除了你自己亲的兄弟姐妹之外 还会有一些堂兄啊 表兄啊 堂姐 表姐这样子的 他们在普遇当中 该怎么说呢 请大家注意叫做堂姐妹 叫做 BRIMA BRIMA 然后堂兄弟呢 就叫做 BRIMU BRIMU 这就是我们平辈的几个人 接下来就是比我们辈小的人了 那就是一些什么呀 侄子啊 侄女啊 甚至是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那就是FILIUFILIA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么如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其他的人生的孩子呢 那就是自己的侄女啊 侄子了 对不对 那么侄女该怎么说呢 就是 SOPLINIA SOPLINIA 然后 侄子呢 就是 SOPLINIU SOPLINIU 好 经过老师刚才的一番的讲解呢 相信你们已经对家庭成员那些主要人物 该怎么去表述表达 应该是知道了 对不对 待会呢 我们会在DESTVR当中 会进一步的应用于这些家属的名称的 并且你会把这些家属的名称 用得更加的准确一些 到底是哥哥呀 还是妹妹呀 还是姐姐呀 还是弟弟呀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其他的跟家有关的词汇 大家首先呢 来跟老师一起读一下这些词汇吧 待会老师再着重 讲解一些老师想给大家讲解的词汇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bebe bebe 婴儿 第二个 狗 第三个 厕所 洗手间 家在地 网友 家在地 网友 第四个 一混蛋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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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厨房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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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primero primero 接下来 一楼 地面层 Rest du chão Rest du chão 花园 jartin jartin 温和的 和气的 mai gu mai gu 月 mai gu mai gu 单身的 sou dairu sou dairu 老的年长的 value vailu 生活 viver viver 好 我们把这些单词读完了 同学们能够记住多少呢 这些单词里面啊 有些还是比较杂的 不过有一些呢 还是其实比较实用 在我们课文A当中有充分的体现 那么这些词汇里面 有些老师想特别跟大家一起唠叨唠叨的 那就请大家耐住性子 听一听老师 想给大家唠叨什么东西吧 首先我们看这个 gau 狗这个词 狗这个词 大家很容易就会记住它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 它不一样的 复数的变化 那就是 guys 我们要注意啊 它的复数变化 可能跟其他的单词 不是特别的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特别的记起来 guys 还有的复数就是guys 好吗 写到你的小本本上哦 然后我们看 guys 卫生间厕所 这些卫生间厕所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 在餐厅里啊 在酒店里啊 或者在商场里的这些卫生间厕所 它整个空间都比较大 并且位置比较固定 设施都非常的全 而在一些欧美国家啊 同学们如果有的去过的话啊 就能知道 经常在街边会看到一些公共的卫生间 特别的小 还不是特别的显眼 不过呢 它非常的使用 只要一付钱 一开门就可以使用了 而这样的公共卫生间 我们还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sanitario público sanitario它本身啊 是一个形容词 意思是卫生的 医疗的 而bubbligo大家都知道 是公共的 对不对 大家的 把这两个词传在一起 翻译成公共卫生间 相信大家肯定是不难理解的吧 而对于这些公共卫生间啊 刚才我说了 它的空间都非常的小 男女两侧呢 都各有一个马桶 那么马桶 我给大家延伸一下 它该怎么说呀 普语是sanita sanita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单词给记下来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另一个关于文化方面的 不同的 就是这个 一楼地面层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我们很难去理解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进一个楼里面 进一个有几层建筑物的 这样的楼里面的时候 都会认为 刚进门这个地方 那就是一楼啊 我要上几楼的时候 二楼三楼四楼 对不对 按照顺去往上涨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讲 这个低层 它不叫一楼 叫做has to show has to show的上面 才是一楼 那么这个has to show 可能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一开始就很难接受的地方 老师呢 老师呢 用这个普语原版词典中的解释 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们就能非常明确了 那就是 在普语原版词典当中解释的是 一个建筑物当中 挨着街道的那一层 好 我们就很清楚了吧 只要是一个建筑物里面 有两层 及两层以上 那我们就把第一层 就叫做has to show 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还是叫做一楼 那么现在老师再给大家 抛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说 有好几个一层 它的复数形式 该怎么说呢 老师就不给大家绕弯子了 has to show 它的复数形式 仍然是has to show 不要变化哦 好 我们接下来赶紧往下看 另外的一些什么词 老师要跟大家讲解呢 那就是这个 viver 生活 viver这个词 往往会跟另一个词 一起去讲 那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molar molar它是 翻译成居住的意思 那么 在这两个词使用的时候 可能在造句的时候 有点相像 但是它有点不同 我们一定要注意 它的翻译就能知道了 viver更强调的是生活 强调了自己在这里居住 或者是自己生活 那一方面的事情 自己的起居啊 出行啊 这一方面 而这个molar 就是单纯的居住 比如说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文句 你住在哪里啊 onji mora 你住在哪儿 对不对 这就是只是问你的居住的地址 或者一个大概的范围 对于viver来说 就是没有人会问你 on de vivre 你生活在哪里 一般都是 你在给别人叙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可能会说 我在一个城市生活了好几年 我比如说 我在上海这个城市 已经生活了五年了 vivo en shanghai as ingo anus 对不对 这就是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告诉自己 我在这里是扎下根的 我在这里工作 生活 谈恋爱 甚至是结婚生子 这就是你的viver 我们一定要区分开 好 这就是老师想给大家说的 关于destoa相关的一些生词的词汇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正式的看一看 destoa 它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和新鲜感吧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destoa来读一遍好吗 待会儿老师会用一个比较慢的语速来读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之后致慢几秒钟的速度 跟我一起来跟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尽量的去记住刚才老师带领大家读的这些生词 碰到这些比较陌生的词的时候 大家尽量想一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尝试着自己去翻译一下 好吧 并且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也可以琢磨一下 这个文章里面有一些什么 吸引你的地方 或者什么关键的信息 需要你去注意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朗读课文 大家一起跟读 表头烂哦 在标出动中的新Fi A Sophia apresenta a ele, adota a família e todos acham que ela é muito simpática. A Sophia vive com a mãe, o bãe e o avô. A Sophia tem uma irmã mais velha, a Marta. A Marta é casada e tem um bebê que se chama Rodrigo. O Rodrigo tem 3 meses, a Sophia adora o sobrinho, ele é muito giro e muito tranquilo. A família da Sophia mora perto de Lisboa, numa casa com jardim. A casa tem resto chão e primeiro andar. No primeiro andar ficam os quartos. Há 4 quartos e 3 casas de banho. No resto chão há uma sala enorme, um escritório, uma cozinha e uma casa de banho. No jardim mora um brota, um gão de guarda muito grande, mas muito maigo. 好,这篇课文我算是读完了,刚才这样的老师的语速呢,不知道你们是能够接受呢,还是不能接受,是觉得更快,还是觉得更慢,也欢迎大家能够反馈给老师哦。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destoa,他到底是要讲什么的,我们大概来翻译一遍。 Angaza da Sophia,已经是有这个翻译了,在索菲亚的家,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家。 发生什么事情呢?A iri is da en gaza da amiga Sophia,我们就能通过这句话知道,两个人物,一个是 iri,一个是 Sophia,这个家是 Sophia的,然后 iri是一个客人, iri在 Sophia的家里面,并且他们是一个amiga,是朋友的关系,对不对? 然后, a Sophia apresenta iri a toda a familia, Sophia呢,介绍了 iri给他的所有的家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 toda a familia,他意思就是所有的家人,他不是这个家庭,然后, todos achan que ella es muy simpática,所有的人都认为,怎么样, ella,他, iri这个人, 是非常的和善,友好啊,并且亲切的, simpática,所以说 simpática这个词啊,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当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什么公共的场合,需要去赞美夸奖别人的时候, simpática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词,是除了bon或者是boa之外的,另外一个最常用的词之一了,好,接下来看, a Sophia vive con amai, obai, iu avu, Sophia呢,和他的妈妈,爸爸,和他的什么呀,祖父,一起来居住,那也就是说,他们一大家是住在一起的,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隔阂,对不对? 这句话告诉我们,另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他的一个亲姐姐叫做玛尔塔,就是意思是亲姐姐,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表达啊,那如果是亲妹妹呢? 那就是,一人们 mais nova,好吗?一人们 mais nova,好吗?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 a Marta é casada, y tem un bebe que se chama Rodrigo, Marta呢,也就是他的亲姐姐已经结婚了,这个 é表示一种状态吧, casada, 并且他有一个孩子了,叫做 Rodrigo,就交代出了另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一个小孩, 叫做 Rodrigo,就 Rodrigo,跟这个 Sofia,是什么关系呢? 是 Sofia 的侄子,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Rodrigo ten tres meses, 他已经有三个月大了,很小,之后就介绍 Sofia adora suprino, 就 Sofia,他特别爱这个小侄子,就介绍这个关系,是侄子的关系了,对不对? 然后, ele é muito giro e muito tranquilo,就是他特别的有趣, 并且呢,也非常安静,意思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孩子特别的乖,然后特别的好玩,对吧? 好,通过这一段啊,我们一定要反思啊,在这一段当中, 他介绍了 Sofia 的主要的家庭的人物关系, 有几个人,自己的母亲、父亲、爷爷, 这几个人在一起,在一个共同的房子里面,共同的生活居住, 他们的之间关系非常紧密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啊,还能介绍什么? A familia de Sofia mora per tu di li fau, 这个 Sofia 的这个家呀, 他住的离 Lisbon是非常近的, Numa Gaza con jacin, 哦呀,这个家可不于一般, 是一个带着什么呀? 花园的一个家, 是一个像小别墅的地方, A Gaza de Hes du Schau i primer andar, 这个家有什么呀? 地面一层和一楼, 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 按我们的文化角度去翻译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这个家呀,有一层和二层, 直接把Hes du Schau翻译成一楼, 这样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习惯, 如果说你直接写地面一层的话, 可能很多的中国人是听不懂的, 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 包括对于我们的理解, 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它翻译成一层, 然后他们的所谓的一层, 我们翻译成二楼, 之后是三楼四楼, 然后接下来就是Nu primer andar y figan os guardus, 在他的二楼啊,都是房间, 那我们就要想啊, 他都有什么房间啊, A cuatro guardus y tres casas y baño, 好,我们就能看到了啊, 他一共有四个房间和三个卫生间, 这个四个房间他指的是什么呀, 一般就是指的是居住的卧室了, 然后就是三个卫生间, 我们可能感觉一下子不一样了, 这个家好气派呀, 面积好大呀, 什么样的家会有四个卧室, 就有三个卫生间呢, 有可能是一些一个房间就配着一个独立的卫宇呢, 对不对, 然后就介绍了他的一层了, Nu has to sound, 在一楼是什么呀, A uma sala enorme,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厅, 也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上的客厅吧, 然后还有, 一个写座间, 就是一个办公室, 一个厨房, 还有一个卫生间, 在一楼的时候, 只有一个卫生间了, 通过读完这一段, 我们就能知道什么呀, 索菲亚的家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东西了, 对不对, 这个家他首先一点, 他有, 有一个花园,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家, 他有两层, 和一个 然后在第二层的地方呢, 有四个房间, 和三个卫生间, 没有其他任何的设施了, 在一楼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厅, 还有一个写座间, 还有一个厨房, 和一个卫生间, 好, 我们现在在脑子当中, 就基本上把这个家, 构成了一个行了, 那么接下来他能告诉我什么信息呢, 是什么鬼呀, 他在这里住着, 这是干什么的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什么狗啊, 是看门狗, 是守卫的狗,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词组, 画出来, 是一只看门狗, 然后, 一个大狗我们觉得非常凶的, 但是他强调, 但是Math一个转折告诉我们, 但是他非常的温和, 好, 在这个小短文的最后一段, 还仍然在告诉我们, 一个不一样的信息呢, 就是他们家还有一只狗呢, 并且还住在花园里面, 好了, 我们把这篇课文算是读完了, 大家应该能够通过, 老师刚才的一番讲解和翻译呢, 在脑子当中, 把这篇课文的一个结构, 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 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这篇文章, 首先在第一段的时候, 就介绍了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啊, 非常人性化的背景, 就是索菲亚她要求她的朋友叫伊莉过来了, 然后并且这个索菲亚呢, 把这个她的朋友伊莉, 介绍给了自己所有的家人, 这就是非常鲜活的, 把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 让自己后面介绍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家庭情况呢, 有这样的一个噱头, 对不对,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介绍索菲亚呢, 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并且她有一些什么样的家人, 跟她住在一起, 在第二段当中, 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把这个索菲亚的家人都介绍给大家了, 并且把这些所有家庭成员的关系, 名字也告诉给大家了, 大家一定要在阅读的时候呢, 进行去注意到他们这些人物关系, 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你们, 索菲亚这个家, 它长什么样子的, 它有一个花园, 有什么房间啊, 卧室啊, 客厅啊, 还有甚至是这个厨房啊, 很多的卫生间啊, 等等的等, 这些东西告诉了你们, 并且我们大家需要尽量注意的是, 在这些语句当中是如何表达的呢,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附属的信息, 就是还有一个看门狗呢, 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的性格是怎么样子,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课文回顾完一遍之后, 这些主要信息就抓住了, 现在呢, 我们就凭借这个课文来看一看, 介绍家庭成员和介绍家庭的状况, 应该是怎么去表达, 第二段, 就是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 我们注意到, 在这一段里面啊, 其实, 造句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第一个, 和什么什么人住在一起,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介绍家庭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说的, 比如说, 你现在可能只是一个三口之家, 就会说, 什么什么人, 有可能是你的丈夫, 或者是跟你的父母, 这就是介绍了你的家人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造句呢, 就是dain, 你有什么, 就是说, 除了你自己的父母啊, 其他的家庭成员, 你还有什么人啊, 在文中说的是, ソフィア他有一个亲姐姐,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成其他的战亭成员,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他还有一个小侄子, 对不对, 再比如说, 以老师我自己为例吧, 我没有什么亲姐姐呀, 或者亲兄妹, 我是独生子, 但是我有一个堂兄堂妹, 我有一个堂哥哥, 那么, 我有一个堂哥, 对不对, 这就是我有什么什么家庭成员,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句型, 就是a, a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一个认定嘛, 就是谁是谁, 对不对, 在这一段话当中呢, 可能没有体现出这个a什么, 他只是有一个什么, amarda e gazzada, 说这个marta的他的亲姐姐已经结婚了, 那么这个a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比如说, 你介绍一个家庭成员, 指着他说, 啊, 他的名字叫王, 那么这个王是什么人呀, 他是我的一个妹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妹妹该怎么去介绍啊, 就是说, a wank, a amina ilman, mais nova, 好, 大家看这样的一句话, 是不是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这个人, 他就是我的亲妹妹, 同样另一种情话就是, 比如说你在跟别人去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时候, 你跟你的妹妹去看电影了, 在电影院的时候碰到自己的朋友了, 哎呀, 又见到你了, 很不容易, 你的朋友会非常热情地问, 啊, 这你旁边的人是谁呀, 给你长得特别特别的笑,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非常开心地给对方去介绍, 啊, 这是我的亲妹妹, 或者说你再多说一句, 他的名字叫做王, 好, 这就是A在介绍家庭成员当中所起到的一些作用,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介绍房子的情况呢, 就是在第三段了, 在第三段当中啊, 我们看到了有几种巨型, 比如说, 就告诉我们, 他这个房子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 就是一个大概的方位, 他是离里斯本很近, 这个方位啊, 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概念, 因为里斯本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区, 那么离近算是什么样概念呢, 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 他离里斯本是不远的, 就够了, 同样在你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家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给一个外国人介绍说, 我住在一个上海的附近, 那么就可以说, I'm more better to Shanghai,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句式呢, 就是这个dain了, 是不是, agad, 我们接下来往后看, 隔一句话就是, agad that has to show, I've been able on that, 这个家呢, 有一层和一个二层, 那么就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告诉你, 我这个家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你有什么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表述, 我们通过这一段就知道了家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 有guardo, 卧室, 还有什么呀, 卫生间, gad gibano,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sala, ting,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厨房, 肯定是必备的吧, usina, 当然这个写字间啊, 办公室啊, 肯定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 叫做esquidario,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这个esquidario呢, 想象成一个书房, 这也是合理的, 好, 这就是家庭的一般的房子的内部的结构, 当你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比如说啊, 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我的家啊, 有两个卧室, 一个厨房, 还有一个厅, 还有一个阳台, a minha casa, dai, duizquardus, uma guzinha, uma gaza de baño, uma sara, y, uma veranda, 一个阳台, 好, 这就是我们有什么什么东西的, 这就是在介绍我们的家, 对不对, 好, 经过这样一番回顾呢, 相信大家呢, 已经对描述家庭呢, 有的大概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从课文理解的角度上, 来回答一些问题好吗, 比如说第一个, Ondi esta a Ili, Ili他在什么这样的地方呢, 好, 我们就能知道这是在第一段介绍背景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了, 他在索菲亚的家里, 对不对, 应该怎么回答呢, Ili esta na gaza da sofia, 对不对, Ili在索菲亚的家里,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回答, 接下来我们看, quandas pessoas more na gaza da sofia, gensao, 有多少人住在索菲亚的家里呢, 他们都是谁, 那么这样的答案应该是在第二段, 就体现出来了, 一句话, A sofia vive con a mai, U bai, I va voo, Sofia和她的妈妈, 爸爸和爷爷住在一起, 第一句话, 其实就已经把一个明确的信息给我们说了, 但是我同学可能会疑问, 这个她的姐姐, 马尔他, 以及她的侄子, 是不是也住在家里呢, 我认为不是的, 原因很简单, 一方面在第一句话的时候, 明确说了和索菲亚在一起住的这些人的身份, 第二个呢, 介绍马尔他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在介绍, 并没有任何信息去暗示马尔他跟索菲亚是住在一起的, 我们就不能够认为马尔他以及他的小侄子是跟着索菲亚一家一起住的, 所以说我们在写答案的时候就不能把马尔他包过其中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写答案呢, 第一句话先说, 在索菲亚的家里, 然后住了几个人, 我们直接一一的说出来就可以了, 先明确的回答, 他们都是谁呢, 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么回答, 不能只是单纯的抄课文, 同时你一定要把这个索菲亚自己给记住, 好吗, 这也是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应该需要记住的一些细节,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就是, 索菲亚他的小侄子有几岁了, 他的年龄是有多大, 那么我们通过第二段信息就能知道, 他的十字有多少啊, 我们通过第二段就能知道, 有三个月大,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偷懒的话, 用个简单的回答方式也可以说, 但是老师建议你不要这样子, 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口语交流可以这么说, 但是, 你要作为一个题目去解答的时候呢, 尽量写全, 好, 接下来我们看, Sofia的家住在哪,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三段, 所交代出来的一个信息, 就是住在里斯本的附近, 对不对, 我们知道他在里斯本的附近, 该怎么表达, 这样的回答呢, 往往都是要抄袭原文当中的语句的, 抄袭语句在这个情况下是一点都不丢人的, 就是能证明, 你能够准确的招出信息, 所以说, 我们就把这几句直接抄下来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GOMI ERGAZET SOFIA, Sofia的家是怎么样子的, 好, 问题就大了, 这个问题一出来, 我们就必须要反映出来是, 让你描述出来, Sofia她这个家, 就是这个房子, 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要找到原文当中相对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翻译了, 就是在介绍索菲的家在里斯本附近之后的这一段话, 都是在介绍索菲的家是如何的, 它是一种描述, 所以说我们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的去抄袭课文, 因为抄袭课文呢也抄不全, 那么该怎么去回答呢, 应该去全盘的去考虑, 它这里有什么, 全盘的考虑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顺序, 把索菲的家重新的再打量一遍, 对不对, 按照我们的逻辑顺序讲的话, 先把索菲的家整体的看一下吧, 它都有什么呀, 有一个两层的楼, 还有一个小院子, 就可以说了, 就是说了, 这个家有一个一层, 还有一个二层, 并且还有一个小花园,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开说了吧, 比如说按照原文的意思, 先说那个第二层, 它都有什么内容, 第二层, 对不对, 这是在第二层, 接下来再往下看, 在第一层有什么, 有一个厨房, 还有一个卫生间, 现在我们看到了, 整体的我们就把整个索菲的家介绍完了一遍, 按照自己的逻辑顺序, 重新的扇述, 感觉更加的整齐一点了, 是不是, 通过这样的回答呢, 老师同志也给大家讲一下, 作为一个描述性, 有和没有的事情上, 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用dain, 或者用a, 我们看头几句, agazadain, 然后dain, dain, dain, 然后dain, quadru, 都是用的是dain, 我同学会想, 老师你老用dain, 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 其实也不是的, 为什么, 你请注意, 在中间第二个dain的时候, 有一个dain, dain, dain, 我也有, 这个dain出现, 就把整个几个dain的节奏给打乱了, 显得并不是那么的枯燥, 紧接着后面来描述第一层的时候, 就换了, 换成了a了, nuhestu shaw, a umasara, 对不对, 就用成了a跟dain, 严重的区分开来, 这就是在我们表达的时候, 尽量避免相同的单词, 或者相同的形式, 同时呈现出来, 虽然在前三句的时候, dain出现, 但是在第二个中间的时候, 捉了一个dain, 让整个语言的表达显得更加的流畅, 更加的完美,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谁住在花园里啊, 我们一看, 这是最后一段的信息了, 那就是nuhestu shaw叫什么,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他这个名字, 居然在课文当中提到了这个狗的名字, 并且还是在这个gau之前就把这个名字提到了, 出名他这个名字啊, 对于西方人来讲啊,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们把狗啊, 看作自己的家人一样, 他很尊重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你在回答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了, 我相信通过这一节课啊, 大家啊, 能够大概要能知道, 在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 和自己的房子状况的时候, 然后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 更加简单, 更加一懂, 并且呢, 对你们的难度也是不大的, 好吗? 同时呢, 有同学可能会感觉到, 我们在这一节课里面, 好像学不到太多的干货呀, 都是老师在讲一些废话, 说课文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的意义呢? 但是老师一定要给你强调出来,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 除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干货, 也就是说那些语法呀, 或者是单词怎么读啊, 单词有什么意思啊, 等等这些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就是阅读理解, 如果给你一篇文章, 你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抓住它的一些主要信息呢? 并且分析出来, 它的背后的隐含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 必须要掌握的一块, 好, 我们下节课, 再见吧同学们, Ade, A prossima, Ad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